疫情来袭使用3C产品线上学习成趋势 学童近视问题也致意堪忧 眼科医师苏浩玲表示 孩子出生时眼轴长较短 有天生远视 随着年龄增长 眼轴长增加 远视储备量提早用光 就会越早发展成近视问题 靠近艳光仪 在AI帮助下精准艳配角膜塑芯片 爱运动的王弟弟 大班时就罹患近视 原本用长效散瞳计控制近视 但未光难耐 后来金医师建议选配角膜塑芯片 只需在睡觉时佩戴 隔天不戴眼镜也有好事例 很方便 有什么好处吗 T恤的时候就要把眼镜拔下来 戴了角膜塑芯片之后不用戴眼镜 所以就 因为人都一都看得到 塑形片还是靠夜间的时候 用镜片去做塑形 然后所以它佩戴的时间 其实最好是要6到8小时 塑形片大概也可能有20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它就是经过非常多的实验认证 是有效的可以延缓近视的产生增加 卫生署是说建议9岁到12岁的小朋友 以往佩戴角膜塑芯片 从检查到试带镜片过程需要至少2小时 而最新AI智能验配数结合高阶数位化角膜地图仪 能快速分析10万2000个角膜数据 验配时间缩短到20分钟 所以利用数据化的这个方式 可以更快速的利用电脑的这个逻辑上面的运算 帮医生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镜片 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一个不必要的时间上面的浪费 增加这个生活还有医疗上面的品质 现在也有各种视力矫正产品 像近期FDA核准的学童专用日抛隐形眼镜 证实能延缓9到15岁近视增长的速度 也有多区正向离交技术设计而成的矫正镜片 可以减缓近视及眼轴长增加速度 家长初期招帮孩子控制近视 也有诊所特别提供即时社群服务 有视力记录及预警功能 提醒家长定期带孩子做视力检查 近视前就及时介入 及早矫正治疗避免实力恶化 记者前门生台北采访报道